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招收了三批航天员了 第四批航天员的选拔已经是在启动当中了 而且我们这次也会首次面向港澳招收航天员 未来我们还会面向国际上招收国际上的航天员 和大家共同携手并肩飞向太空 我们现在肯定是已经选拔出了我们的今年的执行任务的成组以及备份 这样的话有利于咱们整个的任务的执行 我们现在就制定了一个选拔的方案 在任务前一年到一年半就会选拔航天员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和他的备份的航天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要发射神舟十六号神舟十七号战人飞船 长征七号还要发射一次货运飞船的任务 主力型号长尔柄火箭近年也有十多次的发射 还有我们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 长征五号长征五号B长征七号长征七号甲等等的新一弹运载火箭 还将一一都跟大家见面 工业统一号甲系列运载火箭 用手指要合家的地方 他们有点好 餐火箭的位置 有点好 大器人 大器人 成人 麻煩 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